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收看康熙來了的 妳可能已經超過30歲了 可是超過30歲 妳未必知道 有哪一些餐廳超過了30年 卻依然是屹立不倒 而且非常好吃的餐廳 我發現我今天的來賓 所介紹的好吃的 這些30年以上的老店 很多都是在我出沒的地區的附近 結果我竟然不知道那個巷子 就藏了一家那麼好吃的餐廳 有一、兩家我知道 然後很多人也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六位美食家 來跟我們推薦這些 30年以上的老店的好吃的東西 歡迎各位 各位 各位好 各位好 各位目前面前放了一個 沒有用的道具就是 一個可以把食物運送到 很有限的距離內的 美食輪盤啦 阿基師 是 妳要操縱嗎 沒有錯 所以請問那個 保羅 你不可以動 阿基師專屬的 這是我操作的啦 所以請問他最快到達 去中橫這邊可以多快 1 2 3 歡迎 你看 你看看... 因為我要吃飯了 好 所以曲哥 你面前放的這是一碗... 牛肉麵 你是不是覺得 牛肉麵這個東西見仁見智 大家喜歡的味道都不相同吧 有的人喜歡就是比較台式的 有的人喜歡那種花椒味重一點 這看起來是一碗紅燒的嗎 紅燒 紅燒 是 紅燒的 好 那這一碗麵是哪一位推薦的 我 是老店嗎 對 老店喔 32年了我記得 那原來所在地在哪裡 原來所在地是在這個中壢附近 但他搬到了永和的這個保坪路 那一帶 因為那一帶大家知道是 美食的基站競爭區 因為那邊很多勞動者 所以基本上 第一個那個量要夠 第二個要平 所以各位來賓 請你們把你們的那個筷子跟碗拿好 等一下阿基師會提出一個 很蠢的問題 那如果答對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品嘗這碗牛肉 我們這麼聰明 怎麼問這麼蠢的問題啊 但是要分這個一下 我不是蠢問題啊 等一下問了這個問題 沒有 真的 阿基師是不是 幾乎每一個人都會答對 不一定啦 有些人拿到智商可能 是跟食物 這個食物有關的節目嗎 從食物來做出發的 這麼有才華 當然... 不會文不對題啦 請提出問題吧 請問 牛肉麵是哪一個民族所發明的 A 我有選項 我選項 我跟他來講 A 去演竹 B 楊雅竹 C 回竹 請作答 我們不要作答 因為我們都知道答案 所以那大家都可以吃啦 可是... 你說一是什麼族啊 去演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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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想到去吧 還有人騙我 不要寫啦 這為什麼要寫啊 你能爭氣一點好不好 還有人騙我 不用答... 謝謝啦 感恩... 這有什麼好選的拜託 謝謝 好 可是有一個真的難題要來了 真的是 這有 這個 這碗牛肉麵的價錢 好 那保羅本人不能夠回答 其中很 100到120 好 觀察完了 好 下一位 大概150 150 陳德烈 80到150 你只是... 距離太遠了吧 我們可不可以 以30元為艱巨嗎 OK 對不起 80到110 80到110 好 那你看一下內容物 Sharrow 80到110啊 差不多 OK 幾路呢 100到130 你們這些猜80的人是認為 現在牛肉麵還可以在100元以下 因為他說他在永和的那個勞工界 他那個價錢不能太高 可是80的牛肉麵現在很少 很少啊 這感覺應該是小碗的 80應該可以 應該差不多120 差不多 所以推薦人是保羅嗎 他也是 請問這碗牛肉麵多少錢 90元整 漂亮 所以這個在台北市的話 已經算比較便宜了吧 對 基本上台北市 已經找不到任何第一百塊以下 真的有好喝嗎 好濃郁喔 真的濃郁啊 這可能熬很久吧 熬很久 而且上面應該是 稍微有點涼了的時候 會有牛油 因為就表示它真的是 用牛骨去熬的時候 而且我覺得它喝完之後 腿肝 對...味道很好 很順 就是喝完下去 差不多過個兩、三秒 它就有點辣度 我覺得還滿喜歡的 所以請問所謂這種老店 你真的要靠巡房大街小巷去找 其實真的這些老店 因為現在房租真的太貴... 你如果要開在那種大馬路邊的話 基本上這個完全不敷成本 所以現在我知道 大概30年以上 都是在巷子的巷子的巷子的巷子 巷子裡面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酸度 讓我覺得我下去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我剛剛夾了一塊肉 那剛好是沒有筋的 沒有筋的就是 很怕就是說很長的 但它受而不柴 我覺得不錯 倒是你最近 氣色好像恢復正常耶 是嗎 好幸福耶 當然 到內地人家都到我... 叫我小菊 小菊 你今天... 你今天是土色的啊 是正常的啊 OK的 它之前比較黑對不對 你之前是橘色 橘色對不對 你又放了一碗麵嗎 這是魷魚羹啦 魷魚羹是哪一位推薦的 也是我啊 也是保羅啦 就一套下來 你推薦的都這麼有把握 我以為魷魚羹 裡面都是滿街都是東西 對 因為越滿街多事 才會越藏住它的厲害的地方 而且這間是40年 是我小...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就開始在吃 一直到現在 它現在整棟樓都買起來 而且在東區喔 仁愛路上喔 整棟樓都賣魷魚羹 厲害 沒有...整棟樓都買起來 他自己在現在還住人 他賺錢賺到買整棟樓 但一樓的話 就是魷魚羹這樣 你們想吃了嗎 其實請問要問問題了吧 當然有問題啦 魷魚羹啦 有一天小明啊 他去吃魷魚羹啦 結果吃完這魷魚羹之後發現 裡面沒有魷魚 請問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不猜嗎 沒有魷魚 這不是選擇的啦 不是選擇的啦 這沒有選擇的啦 是導進急轉彎嗎 你自由發揮啦 因為魚游走了啊 不對 你這個答案很好啊 魚游走了 所以沒有魷魚 不對啊 因為老闆忘記加了 好 卻這麼簡單啊 要不然再來一次啊 為什麼...等一下 為什麼...為什麼沒有魷魚 因為老闆叫魷魚 他煮的羹叫做魷魚羹 這樣也可以 OK 這樣 要不然用這個版本好了 謝謝啊 幫我用這個版本 你管我們用哪個版本 我們要用第一個版本 來 這第一個 第一個版本叫你人憤怒 還是用彩滑解那個... 魚游走了 魚游走了比較好笑 好 那反正這一題就優待大家 一路要先吃一看嗎 它沒有勾芡嗎 裡面 對 裡面有 但很香 你看 很勾味道就很香 有啦 很勾 可是加的太白粉 就很少的意思是不是 對 加的太白粉很少 而且那個粉是日本精 它沒有勾很多 屈哥的筷子掉地上 麻煩來剪一下 對不起 它其實你不願意剪筷子喔 有...要啊 馬上來 其實不好意思喔 其實可以把筷子拿去 小龍頭那邊洗一下 你看那個味道真的很香喔 對 真的香嗎 所以湯的部分 就喝得出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魷魚應該只要新鮮就好 這魷魚會不會嚇很久 不會 好脆喔 不會 而且 而且還沒喝進去就聞到香味了 所以是蒜的香味嗎 蒜香 阿姬是味要喝 太好啦 還有九層塔 那個九層塔的香味 因為魷魚羹好像是很甜喔 很甜嘛 對不對 對 對 一般真的就是用沙茶跟那個柴魚 它完全沒有用柴魚 對 真的不太一樣 好有生命力的魷魚羹 是真的已經游走了嗎 不是 就是你喝... 那請問魷魚 妳要品嘗一下嗎 苦味雜陳不一定是好吃的 自己人生到了某一個境界的事 而且有的魷魚切得帶大塊 吃得會噁心 他想要切得到剛好 對...發得魷魚滿脆的 發得剛剛好 而且我知道它的筍絲也好脆 而且它的蘿蔔真的是 滷到整個就是化掉的那種蘿蔔 怎麼會有那麼脆的魷魚啊 真的喔 所以這個推薦成功喔 這比這敵素還好 他一直很脆 對啦 真的很脆 這是餅乾吧 這是合法的魷魚嗎 這真的合法啦... 因為這是要真的去挑的 要夠厚 他發得很好啊 對 而且那個湯真的是 喝過一次真的會上癢 你說你小時候為了吃這個 被你媽媽毆打喔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 我想她媽媽可能都會想毆打 就是不想毆打啦 真的 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補習 因為那是在仁愛國小 我在補習的時候 是在他們的地下室 然後偷偷補習 然後一直補習的時候 根本沒辦法 因為那個味道一直來啊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還一碗十五塊 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存 存了三天以後 才可以上去買 結果我媽就說 每天你煮飯 你怎麼回家都外吃 因為那個是四點多的時候 然後後來有人跟她通通報信 你們家那個婆娘 你頭吃那個油魚雞啦... 有一天她真的... 她就跑過來 拿著那個木棒 木棍 跑過來 然後那個阿桑 就是她那個媽媽就說 趕走...你媽媽 然後到晚那時候 後面還是那個庭院 我就直接翻過去 然後直接這樣繞一大圈 就要跑回家 你只是吃魷魚羹耶 沒有 我覺得說 我做了什麼壞事 好像通錢一樣 一個月都沒吃飯 每天吃都媽媽 你煮水不好吃這樣子 想當初我跟她住過 她也是我的房東太太 接下來放到這一碗是不是 接下來你們看到這一碗 就是所謂的陽春麵啦 那陽春麵這個題目很簡單 你們可以看到這陽春麵有沒有 她的內容物是比較陽春一點 陽春麵是哪一位推薦的 我現在已經吃了 陽春麵對不對 就是她吃 我現在就是懷孕期間 我都會去 就會有特別的口味 就會突然想到 我好想吃那個 陽春麵的定義 是什麼都不能放嗎 陽春麵的定義就是說 滿香香多的耶 很多 滿香香的耶 口味都算清淡的 她的湯頭是... 可是妳有沒有看到 滿滿浮起來那些是什麼 肉片 兩個肉片 然後這是鴨蛋 鴨蛋 它是用鴨蛋下去滷的 那這樣還有陽春嗎 對啊 陽春麵不就是簡單的一碗麵嗎 這是要另外付錢的是不是 對...這是全套的 因為它有全套跟半套 是... 那半套就是可能你就加個肉片 加10塊 然後或者是你可能 蛋加多少錢這樣 那個才華先試一下湯頭 先試一下湯頭 我也是很愛吃陽春麵 超愛吃 對 而且這一家... 因為你確存長大的 應該是陽春麵口味 你覺得陽春麵好吃的 其實是要加點豬油的那種 對... 我現在就聞到豬油味了 好香喔 65年 已經65年 然後它的Slogan就是說 一鍋湯頭打天下 然後已經是第幾代... 二代了 對 就是這種 對 真的嗎 就是當時的味道嗎 很老派的是不是 我小學...我小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陽春麵一碗 還兩塊錢的時候 兩塊錢 果然是很甜蜜 對 二三年級的時候 小偉在示範 航家之法靠用自身示範 好 雞肉飯配荷包蛋黃 會流出來的那種吧 絕對會流出來啦 對 直接過來給S吧 所以我們現在在等去 一個內行的吃法 對 所以你一定要把那個 蛋黃 先蛋黃帶進去 小爛在裡面 你是航家 好飽喔 是你喜歡的嗎 請問是哪一家雞肉飯 答對了 恭喜啦 你去過了 最喜歡吃的那一家了 真的嗎 陽春麵... 你們知道為什麼 它的名字要叫陽春麵嗎 跟什麼有關係 有沒有選項 有選項 A跟攤頭有關 B跟價錢有關 C跟材料有關 好難喔 這是真的 好難耶 這是真的問題 這真的滿難的 怎麼可能有真的問題啊 真的... 你應該知道啊 你不是美食專家嗎 對啊 可是基本上應該是確定 應該是跟湯口有關 是跟材料有關吧 我也覺得是材料嘛 是不是材料裡面 有一個叫做什麼陽 和什麼族 對 因為最早陽春麵 都是在這個 為什麼是在市場旁邊 是因為... 他已經把蛋拿去吃了 他不要吃了 你一個人吃這個蛋糕 不是 你聊你們的嘛 我聽小柔說他們家蛋很厲害耶 很厲害 因為我剛剛看到這兩顆蛋 我就覺得好想吃它喔 好厲害嗎 喜歡吃蛋的人 吃這個蛋就可以很清楚了解 它是什麼蛋 鴨蛋啊 難道你們吃到這個時候 你們不會好奇說 到底為什麼叫陽春麵嗎 大家都說啦 材料啊 材料啊 不對 事實上是跟它的價錢有關係的 很陽春嗎 真的 因為喔 這個農曆十月呢 叫做小陽春 那麼陽春麵一開始賣的時候 它是十分錢 十 然後十月也是小陽春 所以這碗麵就叫做陽春麵 剛開始賣的時候 十分錢而已啦 對 裡面這麼長啊 是耶 其實我很擔心 因為看康熙的高手很多 萬一有高手來指證我們說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怎麼辦 對啊 那我們就道歉啦 對 因為它上面寫的嘛 資料找錯了 找A嘛 對 對 這不是來自你的 對 我們會不想討論啦 我們才要不要用這樣 好吃耶 肉怎麼樣 它是用理肌肉 理肌肉通常會有帶一點筋 所以你吃到瘦肉的那種角感 然後那個筋的那種 Q彈...的感覺 非常好吃 小柔這一碗的陽春麵 因為本身的價錢是... 本身是35塊錢 然後肉是10 肉是10塊 對 然後鴨蛋呢 鴨蛋也是10塊 所以吃到頂就是50嗎 55 對 55 真的好吃 那我們換下一道 下一道是這個雞肉飯 但是雞肉飯要配上它的這個 荷包蛋 雞肉飯配荷包蛋 這蛋黃會流出來的那種包 絕對會流出來啦 直接過來給S吧 直接過去 雞肉飯也是30多年了 那因為我是嘉義人 不要買最大碗的 最大碗 他真的有賣這種最大碗的嗎 沒有啦 他可能就兩個兩碗排在一起 那一碗雞肉飯比我的臉還大 對姚明來吃都吃得飽嗎 因為我本身是嘉義人 所以我就對雞肉飯是非常有懷念 所以妳現在是在展示 一個內行的吃法嗎 對 就是妳要把那個蛋黃 生蛋黃帶進去 你是行家 對啊 就是這樣子 沒錯... 是妳喜歡的嗎 請問是哪一家雞肉飯 兩家 答對了 妳去過 不喜歡吃的那一家 常常在化妝間吃這家便當啊 真的喔 妳幹嘛還把他擺我挖了一套 妳吃的時候都沒有覺得很好吃嗎 不是 因為我不吃那個蛋黃 所以我不知道要這樣吃 所以錯過了非常多對不對 一定要這樣吃 一定要 妳不這樣吃也可以啊 所以... 我也是這麼...就這麼過來了 各位請用吧 請用... 對 因為阿姨就會跟你講說 對 因為他那邊最有名的 就這種半生熟蛋 然後他就要妳跟那個雞肉飯 這樣攪在一起 聽說妳先生也被他感動 對 因為我懷孕期間 我有一次我就跟我先生說 我好想吃雞肉飯 然後他買回來 我就說不是這個雞肉飯 我說妳真的沒有吃過 然後後來他就真的抓狂 他就說 不是都一樣嗎 我說好 沒關係 然後改天我就帶妳去吃好了 然後他就一直記在心裡面 後來有一次我們就經過 他就說妳說那雞肉飯 對...在這附近 然後他就說好...那要買多少 我就說妳買兩個便當 他說我吃而已啊 妳要吃嗎 我說我不吃 妳買兩個便當 他說那妳幹嘛要再多買一個 我說妳買就對了啦 然後他說喔 好 然後我一定要喝他的紅茶 因為紅茶太好喝了 他的古早味喝多了 他是麥香紅茶嗎 沒有 他古早味的紅茶 你下次去一定要點 自己做的是不是 對...他自己泡的 自己贏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先生又下去 買了兩盒上來 我就說那妳坐副駕 我開車妳吃 然後他就說 我最不喜歡在車上吃飯 因為我以前工作在車上吃飯 我感覺很不舒服 然後這樣一咬一口 壓臉的 這個... 這個意思是不是... 真的就沒停了 他整個吃完 他有把蛋黃拌出來嗎 有 然後配菜全部吃完之後 他就... 總會跟我講說 我懂你為什麼叫我 買個月火了 你知道就是因為這個雞肉飯 是他連冷掉都很好吃 所以妳先生是對台灣的傳統小吃 比較陌生的嗎 因為他是眷村小孩嘛 所以他都喜歡弄餡餅啊 或者是弄小米 有肉麵 對 年輕的時候跟他先生出去玩 有沒有 夜店啊 玩... 玩到天亮四點多 他會莫名其妙開到一個地方 因為都黑黑的嘛 還沒天亮 我們就在車上那樣躲 睡覺 然後我說為什麼要睡在這邊 他說等一下... 然後五點半起來以後 去吃搶鍋麵 搶鍋麵 哪裡的 搶鍋麵 好像是博愛路附近 對啦 那個西院附近 西院的後面 桃園街房間 現在還沒有了吧 還有... 還有... 現在有沒有我不知道 因為很久沒去 在一個巷子裡面 真的好吃 我只知道早上吃鹹粥 早上吃搶鍋麵 就是他先生就知道這些地方 因為搶鍋麵還需要煮一段時間 所以那家人要很早開始煮 對... 他現在也是那種假日的 休息的時間非常的多 妳們一直不讓... 他其實是問問題 他快要爆炸 我們已經吃了 剛剛雞肉飯的問題已經問完了 問了嗎 就是那個梁記的 怎麼樣 現在開始懷念我了吧 我還有問題啦 跟雞肉飯有關 當然跟雞肉飯有關啦 不可以開黃香喔 當然不會啦 我不會看到荷包蛋黃色 我會開黃香啦 好 請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這一家雞肉飯 它最大的一個特色在於哪裡 有一個蛋啊 荷包蛋啊 對啊 他剛剛說冷掉還好吃啊 不是要講話嗎 加分大家的印象 換下一道 很多東西冷掉就不好吃了 我們換下一道 確定 因為有的冷了就不好吃了 真的喔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叫做米糕啦 米糕 請問哪一位推薦的 我 我推薦的 這不是台南米糕吧 台南米糕是白色的 台北的 請教一下米糕 有的時候上面有肉鬆 有時候沒有 對不對 對 他們家沒有 因為我不愛吃那種比較甜 跟就是有肉鬆的米糕 他們家是沒有的 有肉鬆的是南部米糕 對 南部米糕 白色的 台南的 大家自由挖來吃吧 自由挖了 好 自由挖 而且他們家的米糕上面的肉啊 有分瘦肉跟肥肉 或者是不要肉 看起來很吸引人的樣子 他們也是40年的老店了 是 然後會加香菜什麼的嗎 他們家我推薦那個辣椒 辣椒一定要配這個辣椒啦 他這個米糕要加辣椒啦 有辣蘿蔔 來 我們看看可以做光了 他配上比較近一點啦 這辣椒一點點就這麼辣 它是來賓有菜脯喔 對 有菜脯 很好吃 真的 味道很夠 它不是分很開 可就不是黏很緊的那種 對 因為有的就是分太開 有的又黏太緊就不行 它剛好適中 對 試試辣有 Vico也是我的Top10之一耶 來 配辣椒好好吃喔 這是你要給其他人吃了 來 轉過去吧 試試試 來 辣椒 米糕 米糕 我還想說到這裡吃辣椒 拿辣椒好吃啊 這辣椒好厲害喔 為什麼 而且... 小燕姐可以嗎 小燕姐這麼多 而且他們家辣椒好吃到 我出國都要幫朋友買 他們家辣椒配米糕 可是米糕 不可以帶出去了對不對 它有沒有肉的啊 所以可以帶啊 米糕可以帶嗎 可是它有真空啊 他們是真空包 他們有理他們包 所以它的... 妳當初怎麼發現他們家啊 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住在那一邊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約說 要一起去拜月老廟 城隍廟 所以我們就一起 一群女孩子就是說 他們家的米糕非常好吃 他就帶我們一先去吃完米糕 以後我們就從鹽坪那邊 走到城隍廟去 好過癮喔 這個辣椒 所以也是大排隊這種嗎 大排隊 也是那種小小的店面嗎 很小的店面 然後人手非常的多 然後賣到下午4點就不賣了 然後大家從早上6點就開始賣 幾年的老店 40年 快點 沒得把我抓回來 超辣的 是不是 來 辣椒 來 要再試一箱辣椒 因為你普通吃米糕 都會配那個紅色的醬 我不愛吃甜辣醬 所以我就愛吃香甜辣椒 它在哪一帶 它在沿三夜市 沿平北路三段那邊的夜市 它價錢30塊 一個 一個 OK啊 阿基斯 妳自己要不要長一點 好啊... 來 我問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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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采華吃素大做工 完全敗在煙燻雞腿 妳現在是專門在找素的餐廳嗎 對 因為我... 我已經吃素吃滿久了 大概差不多四個月滿久 那算久了 三個月滿久 我以為也要吃素 但是這不是素的啊 沒有...這雞腿 對啦 如果是雞腿的話應該是 妳在用嗎 沒有 其實像這樣 一點點沒關係 你告訴什麼 我剛剛一直都有吃 你們不是都叫我吃嗎 對... 對 這個叫做豬腳飯啊 好黑喔 對 這看起來很特別耶 好入味耶 好黑喔 對啊 請問... 所以這個辣椒也要加豬腳飯 我推進的 辣椒也跟豬腳飯嗎 沒有... 這是另外一家的 但你要配也可以 而且這個豬腳飯一定要腳蹄才好吃 對 因為聽說好像有時候去晚了 就買不到豬腳 就買不到腳蹄了 就是剩下什麼 老闆就說 因為它是一整個桌上 全部都是蹄肉啊 中腿啊 然後跟腳蹄 老闆說那剩下這些 你要吃什麼就點 對 他那邊以前是連菜單都沒有 然後你要點的話 你就直接要跟老闆比 然後也不知道價錢 因為老客人都知道 但這一家店是真的也是 從中午就開始大排長龍的老店 好 其實我們先把那個 上一家店的辣椒拿到S這邊來 因為我想他要沒收這一罐 對 師父了解我 這個豬腳是靠嚼勁 還是靠嫩的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很多個... 我吃過很多家豬腳 那有的豬腳會偏甜 我不愛吃比較偏甜的食物 那吃到他們家豬腳 他們家的豬腳味是比較鹹香 而且皮又是Q的 因為很多人豬腳加很多冰糖 所以就會... 對 會不會太甜啊 視覺上面可能會覺得很鹹 但是其實不會 我覺得還滿清淡的 它算是薄鹽口味類的 因為它這個飯很感興趣 它的飯看起來... 它是飯一定要滷上那個 他們的那個滷汁 所以這一碗是正常的尺寸嗎 還是妳也滿大 我很懷疑 有那麼大嗎 沒有那麼大 正常的話比較小 然後一碗...一份90塊 現在漲價了100塊 妳推薦這兩個都很會捉迷 對 因為它... 因為它一定要配上滷汁 那很多的飯配上那個滷汁 我覺得就會整個軟掉 那它即使冷了也好吃 來...請品嘗 阿基師 麻煩下一道好嗎 下一道 我們上個這個點心類的 這一道 它的玩法比較特別啦 就是你們吃一口 猜猜看它裡面是包什麼 包什麼 大家各自拿吧 各自拿吧 黃一路覺得是包什麼 你們覺得可以嗎 我是螃蟹吧 螃蟹嗎 應該蝦子 蝦子嗎 蝦子加薑嘛 你覺得是蝦 蝦 蝦子為主啦 屈哥覺得是蝦嗎 因為這是我推薦的 所以我就不講 蝦子吧 要不要加入討論啊 兩位 它這道菜 上桌就長得這個 這麼樸素的樣子嗎 就只有一顆一顆的丸子 然後旁邊還有一小碟椒鹽 所以裡面沒有魚囉 但是蝦子吧 不可能放魚吧 轉過來 它沒有放魚吧 它沒有放魚 所以你不會想要問這個題目吧 已經問完了 我剛剛已經猜完了嘛 什麼 就是說讓你們猜猜看裡面是包什麼 大部分人都說是蝦啊 蝦子 蝦蟹味很重 恭喜答對了 就是蝦子 它是炸蝦 大蝦球啦 炸蝦丸 蝦子味很濃啊 好濃郁喔 這一顆不知道要吃蝦耶 這不是那種一般那種 就是只有蝦都... 它不是一般送的蝦球對不對 它這是什麼做法 它就是把蝦肉給剁碎了 然後呢 它沒有其他多餘的添加物 然後就直接揉成一球 直接炸 它就很認真的蝦球喔 對 然後它是很飽足的蝦子蝦肉 而且它好像還有蝦膏在裡面 所以味道這麼重 對 很高 很像蝦頭的味道 對...蝦頭的那個高味 那個高味讓它很香 對 可是我很難想像有人 點一盤這個來吃耶 就是你就會一直吃這個 一直吃 那那家餐廳是因為它這道菜 其實它很多菜都是大中小份 這應該是下酒菜吧 小份只有六顆 對啊 所以說兩個人去吃也OK 這樣子 對 也可以點這一道 那其實你也可以吃一顆啊 已經吃完了 真的 太好吃了 你速度很快 對啊 因為香道真的來不及啊 來不及咬就崑了 所以這也是老店嗎 是 這是40年的老店 對 它都上那個... 它做的都是北方菜去桌這樣子 可以講... 天廚 北平菜啊 對 北平菜 還有做烤鴨 那真的好老喔 對 非常老... 它一直在南京西路 跟那個中山北路口嘛 是 對 所以你小時候也去那邊 小時候沒有 其實我第一次去已經十多歲了 對啊 但是在我爸媽眼中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 慎重的地方 對...是要有特別的事情 才會去的這樣 那之前 我後來二十多歲 三十歲的時候有去 是那個... 那時候跟公哲理會拍戲 他母親指名要這一家 他要在這一家吃烤鴨 所以我們才又去 所以可能那時候 日本的旅遊書介紹這一個 對 這一家店 介紹另外一家 也來自他們這一家餐廳 韭菜盒子 它裡面都包韭菜嘛 因為我覺得一般 不會在餐廳點韭菜盒子 因為韭菜盒子可能比較大耶 對 因為通常我們吃的東西 這麼大一個耶 這個比較小 對 因為它小份的也只有四個 所以就當點心吃這樣 而且它剛上桌的時候 剛煎好的時候 這邊是脆的 旁邊是脆的 對 然後它是... 你點了它才做嘛 它不是做好了放在那裡 那一定很燙 對 然後咬一口那個香氣 就噴出來 應該肉汁會跑出來 而且這皮很好吃耶 皮越嚼越像 所以這個北方菜其實對... 你們家是北方人嗎 我父親山東人 所以他吃這個會有... 對 稍微... 而且這家餐廳喔 就是打開菜單你就會覺得 這家餐廳很厲害 就是很傳統的那種菜單 沒有什麼圖案什麼的 一道一道寫得密密麻麻的這樣子 每一道你都想點這樣 好 去羅茲福路那邊 跟現在還有一些標榜北平菜的 也是一樣 就是那個菜單都長得很結實 就是沒有辦法跟你開玩笑的 所以請問阿基師這一道是... 這一道是紅油炒手啦 那這一道玩法也是比較特別 確定 你確定嗎 是 是紅油炒手 OK 那這個... 因為你剛剛在數 我不知道你在數什麼 因為它只有七顆啦 一顆 要不然剪刀石頭布啦 我們兩個一份就好 那推薦的人不要吃就好了 對 推薦的人不要吃 哪一位推薦的 我啊 妳本人不要吃啦 因為它是素食的喔 對不起 我就是要問說 哪個人吃完之後 猜猜什麼肉嘛 對不對 各位請主動吧 來... 其實... 那個小孩自己不用 大家一人一顆看看 所以妳現在是專門 在找素的餐廳嗎 對 因為我已經吃素 吃滿久了 大概差不多四個月了這樣 那哪算久啊 我以為妳要吃那幾年 四年敢講的一天 每次新十二十年 你是十幾年 素的意思裡面是蔬菜嗎 不是 豆皮 就素肉啦 素雞啦 沒有菜都有啊 素肚啦 素肚 對 因為素食真的吃下去 就很清楚啊 是素食的那個口味 可是它的辣我滿喜歡的耶 他們很直接 對 他們的辣椒也非常的有名 也相當的厲害 所以素的管子 現在取悅客人的方法 是辣椒嗎 還是... 其實他們有很多不一樣的 比方說小菜之類也有 什麼綠色的青菜 還有一些什麼素芥啊 什麼都... 素芥... 素芥是什麼 對... 素... 素芥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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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的芥子肉 它素的很像 就是跟葷菜一樣 就是大家是用素肉下去做的 素芥子 對 所以它就可以有素酒 以及素懷子 對... 然後蒟蒻啊 還有粥啊 什麼水餃 素水餃都有 他們還有做像那種素牛排 那就是猴頭哭脫的對不對 對 不過一般人鼓勵大家吃素的話 為了健康 是應該要走素菜路線 不是一直吃這些 因為這些加工的反而... 其實油量更多熱量 對 其實就是也有很多青菜類的啊 就是綠色青菜的也都很棒 是 對 所以妳今天兩道都來自吃素的餐廳嗎 對... 好 那接下來這一道菜啊 我要請各位來賓眼睛先閉起來 好 我們先吻一下 不要看啊 先閉起來 好 來啦 先閉起來 好 我現在經過保羅這邊吻一下 吻 OK 好 以路 再來 小柔 好 德烈 蔡婉姐 眼睛不要睜開喔 好的 曲哥 OK 我回到中間啦 請問 對 那麼這一道菜呢叫做這個... 煙燻的這個雞腿 請問它剁成幾塊 你這麼聞得這樣 所以你的題目不是應該說 它是怎麼做成的嗎 我看你...看看猜猜幾塊嘛 各位請問嗎 陳可莉要推薦溫體牛肉鍋 小妹子感覺現在吃生肉的鍋 這是一個鍋嗎 這是這個溫體牛肉鍋啦 粉色粉色就可以了 好吃嗎 因為它是今天... 這個是每天新鮮 快點丟進去...快點 你的表情 你講個虛擋 你覺得... 我是虛擋 真的... 你覺得... 丟到你嘴裡好了 這個是個冰盤吧 是不是 這不是樹的啊 沒有...這雞腿 這是雞腿啦 如果是雞腿的話應該是我的 這是真的雞腿 對 真的雞腿... 那你為什麼才華姐的 給他分兩段 煙燻雞腿啊 我們還有素 還有素 對 小妹子 她也害才華姐 泡劍絲喔 我跟你講 素啦 她要知道怎麼辦 好 我跟你講 這可以做得太真的吧 那我們先來煙燻雞腿啦 柯基那麼進步 素的變得更入味 素的跟骨頭都還要起來 好 那技術太好了 小妹子 妳真的很可惡耶 妳幹嘛騙人家這是素的啦 沒有啦 我沒有說他 我說他煙燻的啦 我們不一定要把才華姐 介紹完之後 好 我們有時候跳著 我們也有一個節奏 有速度還做到有雪 對... 黑色的很正喔 黑色的非常正 黑色的 很正啊 他臉色很古怪 我說奇怪 這是... 對啊 這什麼味道啊 才華姐真的要穿鴨軸啦 請問這是哪一位煙燻的 煙燻雞腿嗎 煙燻雞腿 因為就是這個其實 是我小時候的味道 我奶奶也會做 我喜歡吃燻的東西 那妳可以吃看是黑色的 因為我覺得它很香 以前我也超愛吃的 我覺得它煙燻的 妳在幹什麼 沒有 其實上節目 一點點沒關係 妳剛剛... 我剛剛一直都有吃 你們不是都叫我吃嗎 對... 你剛剛要幹你還夾一擋 真的 要把醉裂怪在我們身上 我是蛋奶素 我有吃蛋啊 我有吃... 但我沒有許願啦 我只是自己不想吃肉 你是隨緣素是不是 但我自己不想吃肉而已 就是能盡量吃素就盡量吃素 因為我覺得總是要做效果啊 妳要吃吃看那個味道 跟大家分享啊 其實沒關係 才會吃 很香耶 你看前面在那邊炫耀說 你師傅吃了很久 四個女生 馬上破 而且四個女生每天都隨緣 好... 好吃很香 這個煙燻的很厲害喔 因為我奶奶其實... 煙可是那個滷的味道也很重 沒有 它是重八角的 沒有味道 對 八角的味道很重 煙燻為什麼酸酸 對啊 它有醋啦 有加醋嗎 它的醬汁裡面應該有醋 吃的時候是... 應該是烏醋喔 應該是烏醋味 那我覺得它的味道是... 我吃的時候覺得 這個是記憶的味道 可是煙燻的 其實是可以買回家吃的啊 對不對 而且可以冰在冰箱裡 可是因為它還有賣那個麵 它的麵是... 所以我覺得湯很實在 它是用那個老母雞 去熬的那個雞湯 等於是我在吃 連餛飩麵的時候 都是那一鍋湯 我就覺得吃的時候 除了可以吃麵 我還可以喝到那個 很純的那個雞湯的味道 人還滿多的 我記得前一陣子 網路上面也有流行 好像南部某一個地方 做煙燻的東西做的 網購量非常大的 那個我也有買 我覺得那個味道也不錯 可是我比較喜歡... 因為我喜歡吃就是 你等一下現乳 剛好 好 那這一個是... 這個是素食套餐 它這個有素...素丸湯 不是素...不是四神湯喔 是素丸湯 香菇素丸湯 香菇素丸湯 對 然後還有一些小菜啦 對 那請問一下 這樣的一個套餐多少錢 150吧 150 不只吧 不只可能要350吧 請彩华姐公布答案 多少錢 這加起來多少錢 對 加起來多少錢 阿基斯竟然出這題目 阿基斯應該知道標準答案吧 你們... 我看你們不妨先吃吃看 不妨先講答案我才吃 你們不妨先邊吃我們邊 是不是好像不妨一樣 很怕啊 你不妨 你不妨 妳一場好不好 你不知道答案妳還亂出題目 差不多250吧 但是我非常喜歡它這個 你怎麼吃到一個脆的東西 炸豆皮 這應該是不是 炸豆皮 炸豆皮 會沾一些醬啊 或是一些甜的或鹹的 炸豆皮 對 你有買湯嗎 保羅 不好意思... 阿基斯 還把你豆掉啊 不好意思... 腐皮跟那種皮對不對 對 腐皮跟那種皮 想念好嗎 有人喝湯嗎 我愛吃它的香菇素丸 來 素丸湯... 那個素丸 它這個煙燻的也很好吃 上面很濃的煙燻味 你不在家裡面煮菜啊 有啦 很少 你太忙了 你如果煮會煮什麼 我以前嗎 還是現在 以前 以前啊 就是 我最厲害的三杯雞啊 對 你看起來很會做三杯雞 真的嗎 為什麼... 三杯雞的臉就寫三杯 三杯的樣子對不對 對 這個很好的下酒菜 真的很棒 然後再炒個什麼...豬肉 中捲這類的 中捲的 三杯中捲也很棒啊 我好愛吃這個 還要炒蛤蜊什麼的 請問在家裡面 做三杯的料理 也要起大火嗎 不用啊 有一段時間應該是要 中火小火這樣去炒 因為也會嗎 不是 你說三杯雞啊 沒有三杯雞 它其實是把雞肉先切一塊一塊嘛 然後燙過 燙過 然後再下去炒 所以炒就不需要搞到 像我們平常看到這種 不用... 那是因為在外面吃要大炒 要快一點點 所以他們會要大火 妳一邊做三杯的時候 一邊有灌酒嗎 我是一直加酒 沒有啦 灌酒倒沒有啦 我想妳對三杯熱愛 應該是來自酒的部分吧 一定要全酒啊 對 所以我加全酒 這是沒菜的是不是 有菜有菜 正在準備啦 因為這道菜比較麻煩啦 我們盡量不要徒手去爆這個菜 火鍋 這是一個鍋嗎 這是這個溫體牛肉鍋啦 直接... 沒有... 這個... 因為有時候不難泰的啦 這樣可以嗎 不難泰的啦 像肉...這樣也太濕嫩啦 妳至少要變成粉麵色的喔 還要不然你們過來這邊好了 我推薦的 我推薦的 妳這樣就像吃嗎 那個爐子要不要扎上去啊 其實要有個電池爐至少 有啦...這邊有電池爐啦 我先來這邊加 妳竟然想要用溫開一點 真的...有熟耶 什麼嗎 趕快丟... 12秒就好了 這樣可以啦 粉麵色就可以了 OK吧 好吃嗎 因為它是今天 這個是每天新鮮現宅的 快點丟進去...快點 肉趕快丟啦 快點 整個刷了... 全部要一片就你下了 妳拿的是箭子肉 這個比較好 這個是牛小排的肉 這一頭牛... 一頭牛只有兩條 因為這個水其實原本是水的 來... 各位請... 如果想吃的起身就會去哪 來吧 對不對 這個粉嫩的原味 來... 沾醬... 好厲害喔 看起來 不沾醬也好吃嗎 不沾醬是吃原味的 也不錯... 我跟小榮兩個眼睛都傻了 怎麼樣... 來...我幫妳... 好嫩喔... 我的媽呀... 來 再下...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我們這個 台灣的黃牛肉啊 這個我有30年了 我是在台南... 對 我是在台南吃的時候 偶然吃到 我就... 夭壽比較好吃 對 它還有牛肉丸也很正 而且他們最厲害的是啊 他們在他們家 吃完這個火鍋以後啊 可以煮成粥 對... 沒有熟嗎 薑絲啦 是要煎醬嗎 不是... 有那麼嫩嗎 那你可能吃到是薑絲肉的部分 薑絲肉比較硬 對 薑絲肉是脆的 這是牛小排吧 我吃到一個比較... 我吃到一個比較好吃 這一塊厲害... 怎麼樣... OK 你的表情 你覺得你在變成 有什麼問題嗎 怎麼了 哪裡不對嗎 你發生什麼事情 他已經... 快給他睡 他已經很飽了 他勉勵地用最後一點胃口 你只要吃那塊肉 你明明就是塞不掉了 對 要不然把那個想法 還在看來我滾一滾 爹 我就吃了 這個真的肉 湯塊拿來我滾一下 在這裡 湯... 太生了啦 湯塊拿來我滾一下啦 對 可是有的人就是這個生肉 這一年那種可能洋蔥啊 就是要吃半生的吧 是不是 對 這些是比較半生的 不要那麼滾 很怪 你根本就丟到我嘴裡 好可惜 好可惜 他真的是老店嗎 他本來是從小店開始做 然後後來做到大店 一直在台南 然後是在今年的時候 才在台北開 他就從最基本的牛肉片 然後沖熱湯這樣開始 然後就上來了 所以他本來應該是一個碗裡面 放著生的牛肉 然後熱湯沖下去 然後後來後來變得是發展 就是牛肉火鍋這樣子 要來試一下嗎 你坐樓 好 謝謝 要不要試 還有嗎 今天大概... 差不多要打烊了 已經出賽出完了 你題目應該也沒了吧 你小看我啦 請問 等一下 那個... 好 這個是這個乾麵的部分啦 剛剛那個陽春麵那一家 它有乾麵 不是 我不喜歡吃湯麵的話 它有乾麵 你為什麼不一起拿上來啊 它有乾麵 你想瞞著我們自己帶回去嗎 這麼容易就被你發現了 因為我真的滿喜歡吃乾麵 讓大家吃一下 乾麵會怎麼樣呢 大家吃好 配一下這個牛肉 這乾麵現在已經打開了 全身的牛肉 牛肉打開啦 對啊 人家店家的乾麵 你不要放 這乾麵看起來好吃喔 沒有 這應該是那個 魷魚跟那一家啦 你鑽上的 對...我用口面拌一下 這次你現在問的問題是 還是跟菜有關還是什麼 跟菜有關 跟牛肉有關 請問一下 三個牛唸奔 三個魚 小柔最怕的魚唸鮮 那請問三個蛙唸什麼 三個蛙 青蛙的蛙唸什麼 蛙... 不對 三個蛙不能用唸的 三隻青蛙十二條腿啊 十二條腿啦 這一口啦 不能用唸的嘛 要不然你們... 你們不信的話你唸唸看 不好唸嘛 你說... 三隻青蛙十二條腿 不行 不成立啊 沒有要接你的話 沒有要接啊 他臉被偷步了 你現在越來越像張立東了 真的嗎 想到張立東啦 乾麵的推薦點是什麼 基本上他就是用那個油蔥 因為客家最厲害的就是油蔥 直接用油蔥跟一些醬... 你急著轉回去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因為我想說他可以一邊比這個麵 其實這是我的專業啦 謝謝 所以這種乾麵如果就要加上油蔥的話 尤其就是三隻腦內 然後麵又稍微有點粗的話 其實這樣吃的話 一碗一碗的就非常好吃 所以這個乾麵來自剛才那一家 魷魚跟... 對 所以我通常都是一碗魷魚跟 加一碗乾麵這樣子 它乾麵很大份耶 很大份啊 對 而且這個是大碗 大碗才30塊 可是乾麵不是要細一點 小條一點的 它有小條也有粗的 應該有分啦 有分 有分客人想要粗或細 但最主要是吃到那個 油蔥的倒牛逼啦 對 在家裡辣椒沾 所以今天的推薦 李璐最喜歡哪一道 雞肉飯 因為我自己很想去吃 OK 然後呢 除了我自己介紹的話 達米哥 很高好吃 很高 沈德烈呢 所以我自己知道 我覺得雞肉飯 是嗎 佳華 如果以我... 我現在想念荷菜的味道 沒有... 酥雞腿 沒有... 對 我覺得雞肉飯還滿... 真的滿好吃的 冷掉還是真的滿好吃的 佳哥呢 除了我自己的之外 其實牛肉湯 你有喝到湯喔 牛肉鍋還是湯 是牛肉麵湯還是... 不...是那個這個 這個溫體牛肉鍋 對 溫體牛肉 因為我剛剛有挑那種就是說 周邊邊沒有乾掉的 然後去酸 是真的好吃 真的很嫩是不是 對 真的很嫩 米糕配那個辣椒 我覺得蝦球很好吃 對 然後燻的這個 燻的那個素喔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啊 酒菜盒子也很好吃耶 酒菜很好吃 所以你剛剛沒有吃菇 菇也滿好吃的 所以今天成功率還不錯 除了陳德烈 不是 那個...天氣冷 對啦 會濕肉在我身上 不是... 不是... 溫溫喜歡吃三分熟啊 是不是 三分熟 你哪一點覺得我喜歡吃三分熟 這個感覺你很適形 好 謝謝各位的推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